劳斯莱斯首款纯电动车闪灵效果图曝光 保留近气格栅 近日 有媒体曝光了劳斯莱斯首款 纯电动车闪灵效果图 据了解 而按照规划 劳斯莱斯将于2030年转型为纯电动品牌 所以该车的地位可想而知 从流出的效果图来看 虽然是一台电动车 据其CEO此前消息 该格栅并非担任近气散热的角色 而是另有其他用处 至于是什么 它并未提前泄密 此外 该车采用了类似于魅影一样的双门轿跑造型 拥有标志性的欢庆女神 后开门以及造型夸张的大尺寸轮圈 给让人的感觉与劳斯莱斯燃油车并未有太大区别 不过由于动力总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劳斯莱斯在将闪灵提供给客户前 需要经过严苛的测验 以确保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完美 为此 劳斯莱斯设计了史上最为严格的测试项目 动力方面 闪灵会采用专属的纯电动车架构打造 前后双电机